051型轻护电是我国于近些年发展建造的一极电海作战定位型护卫舰,自首建于2012年下水,2013年服役以来,在短短的几年间,已经确认的建造服役数量也已超过50岁。 其建造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现今的世界还是没有对手的。根据相关的分析,056护卫舰很显然,是为我国近海防御作战而准备的,就整体性能而言,051型护卫舰整体反舰能力、防空能力、越洋巡航作战能力,很难和我海军054系列护卫舰相比。 但是,作为我国已经列装使用多年的037型导弹艇的继练者,056的诞生也代表着中国海军总体实力的崛起,056极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在1000多吨,搭配四枚应机系列板舰导弹和海洪其实防空导弹系统,又直升机起降平台大无机库。 同时,随着056号续舰传陆续加装,更加完善的搜反舰装置,056型护卫舰已经成为一级能够执行反舰作战、防空作战和反舰作战的多用途舰舰。 客观来讲,和现今世界的一些类似多类轻护舰相比,甚至和出口型056护卫舰相比,我军自用型056护卫舰的整体配置并不算高端,机器没有俄罗斯暴徒及导弹艇那样的搭载使用远程对地巡航导弹的能力,也没有安装出口型056配备的更加高端的相控阵体制雷达系统。 但是,在中国海军战斗序列里,056级现今的配置已经像当不错,已经能用、够用,任何一个国家海军舰艇的发展,必然是和其海军装备体系,以及海军战略分不开的,以及装备的整体系统配置,也必然有自身的定位。 而056级护卫舰,现今看似较为低端的配置,实则是我海军对其使用定位的显示,从我国海军近些年的发展来看,走向月亮已经没有多少悬念,而随着一系列大型化舰艇的入役,中国海军的月亮之路也在稳步前行。 但是,作为一个沿海型国家,中国舰海防御作战的需求,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完美的近海防御体系,任何的越良舰队电设,也将是水中花境中越。 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近海防御作战体系,056级护卫舰应运而生,056级护卫舰大的优势是造价低廉,便于大规模建造列庄。 而且,在反舰作战和反舰作战方面,近海型056级护卫舰,现今的配置已经完全够用。 配备作业距离更远的雷达系统和打击力更大的导弹系统,很明显就会限制056级的建造,也属于典型的浪费。 因此,适合自己的鞋子才是最好的鞋子。 对于中国海军和中国海防现今的力量配置来看,056级护卫舰,现今的配置,是很符合其作战定位的。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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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